哈囉 彭文宇 唐鳳 學做法 跟 Andrew 你們好 他們跟觀眾打聲戰略 嗨 嗨 那就是想問一下就是 Andrew 想要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就是過去的跟現在的自己 過去我就是做衣服 就有一個品牌叫子宮中宮 然後大概做了2014年開始 比較認真做 因為本來他只是一個我學校的論文的project 然後做到現在 可能做到去年吧 就對這個東西有一點 覺得有點累 所以我們就轉換一個新的形式 就是做一個新媒體的一個企劃 對那大概是這樣的一輩子 不可以請包括介紹一下第一集 我要看這一集嗎 對 我過去就是大學的時候念過服裝設計 然後畢業以後就去紐約念音樂 那就慢慢變成歌手的身份 九恩爸爸 我過去三年半都在行政院 那主要負責青年在公共事務 然後開放政府啊社會創新啊等等 那現在主要就是把台灣防疫的模式 然後就分享給全市自演車 那Andre 先生 那你最近就是 有沒有一些自己比較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大概講一下 最近比較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 因為 就像剛剛說的 我做服裝品牌也做滿求的 那對這個東西 對這個產業熟的時候 就開始知道說 OK 這好像不太是我想要追求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 另外 做了一間公司 然後是以 遊戲引擎 去做整個 等於說是整個collection的一個呈現 然後也希望是把劇情 用劇情去評到服裝的概念 來去展現給我們的樂聽這種這樣子 所以算是一個比較新型態的場 因為目前產業還沒有這樣度過 對 那 因為公司也是最近才新開嘛 所以希望這個東西能順利一點 對 那糖鳳 就是有沒有最近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都要看一下 那個 手衣服 嗯 造型 頭髮 你 你 你 好 那個啊 很後面 對 可是 這樣子比較大 我會幫他我們 我會幫他我們 看這個 我會幫他 看這個 對 我就是做 所以我再一把 好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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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鲁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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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覺得很強 現在 現在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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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什麼樣子 我還是看一看 我去看一看 就幫我看一看 等一下 等一下 稍等 稍等 我 可以 可以 好 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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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唐鳳這邊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有沒有 比較想做的事情 可能因為天氣很熱 或是疫情的關係 有沒有最近 最想要完成 或想做的一件事 其實 我們辦很多國際的活動 像 社會創新高峰會 總統背黑客送 等等 都有很多 本來要來台灣的朋友 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是他們不能來台灣 而是他們 來台灣的話 他們又要 就是隔離14天 所以大概就不太容易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正在積極的找很多 用VR 擴增實境的方法 那他們雖然沒有辦法來台灣 但是還是有 好像有來台灣 有來會場 這樣一個感覺 所以大家就是在一個 空間裡面 然後 做VR的視訊 這樣子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還是在台灣 比如說我們現在 還是有一個大家談話 這樣子 但是可能這個 就會變成是 對方的一個替身 然後我們再找一些方法 就是說 讓他發出聲音 是別人在可能 其他國家 但是他帶上VR的話 他還是有一種 他到現場的感覺 包含現在 後面的綠幕 不對現在大家看到 不是綠幕 等等這些都可以有一種 還場的一種 輕生生力其境的感受 感覺可以在旁邊 測入一下那個狀態 應該會蠻有趣 對啊 對 沒錯 那爸爸最近有沒有 比較想要做的事情 像說 新的專輯或是有什麼 性的 性這樣 因為現在 因為台灣的防疫真的非常成功 所以真的很感謝 最近就慢慢開放 可以現場表演 然後前一陣子 我就是都做一些Live的演出 就線上Live演出 可能是配合說 想要關懷全球疫情啊 或是有一些社會議題的 那最近就是慢慢跟 粉絲面對面見面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可貴 就希望繼續下去 所以就是對你們來講 跟粉絲直接互動這件事情 還是大力在線上做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種 嗯 Live表演 然後 呃 相機在我們面前 然後我們好像是 單向輸出的那個感覺 真的是完全比不上 就是人跟人的那種 當場互動 嗯 那 年主經過這次全球疫情啊 就是走向那個 5G的世界來 那在這一個 有一個這麼 呃 新穎的技術的狀態下 你對於 藝有這個技術 你對於這個未來 你有沒有什麼 這個世界想像 就是他可能 對於生活的影響 或對服裝產業的影響 嗯 談到5G的話 我的預測是 第一個是 連發科的股特會漲 因為 對啊 因為他們現在那個 晶片在他們做的 那對於未來的 嗯 發展的話 當然就是包含到說 因為5G的技術 它其實也 跟4G比 還是有互相的優劣點 那 我自己對於未來 是沒有太大的 想像 因為就像我們去年的時候 我們也不曉得 今年 會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只能說 可能在未來的時候 大家對於 在 因為現在線上的人 就是線上的聯繫很重要 因為包含說 很多人 開始 所以你看很多DJ 他們都開始在做 Online Streaming的部分 那 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會變得更便利 因為有一個速度的關係 對 那 阿巴這邊 就這次 我剛剛說我做很多 Live直播 然後我也知道 因為很多表演者 因為疫情沒有辦法 就是在各地的Tour 所以他們都用 線上直播 或者是 像剛才我們說 VR虛擬失禁的方式 然後 還有像 很流行Switch的 那個動物森友會 他可以邀請你 到他的島上面 然後大家開Party 所以這種 線上互動的東西 會越來越多 雖然 我還是很希望 可以就是面對面 見到大家 當然 也因為這次的 嗯 這樣的 可以說是一個意外 就是這個爆發 可能也不算是意外 就是 總之呢 就是 學到學到一刻 我們要調整自己 就是 使用網路跟人互動方式 其實我們現在 即時的視訊 不是那麼困難 畢竟我們開14國的 就是WHA之前幾天 我們開那樣的會議 其實不困難 但是 所有人都在室內 事實上有些人 因為lockdown 所以他雖然是 很資深的衛生官員 我們還看到他家裡的樣子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其實比較沒有 好像 我把台灣的山啊 或者海啊 一些比較戶外的一些風景 分享給國外的朋友 事實上所有的室內場 都差不多 那5G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是在戶外 甚至是在完全 就是沒有光線 可能連得到的地方 可能是很高的山上 或者是 比較海邊的地方 那在那邊 我們隨時 開一個直播 還是可以確保說 是一個低延遲的狀況 就是 對方稍微點個頭 或稍微有個威脅的表情 我就知道他注意在誰身上 而不是 好像說隔著螢幕 這個要抽隔一下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在看你 還是他只在看攝影機 所以現在在台灣的 山林之間 使用5G的狀態 是 可以很 很暢通便利的嗎 在 我們這邊是所謂的 寬平人權啦 所以即使是 在玉山的山頂 你還是收得到4G的訊號 那大概也比較快 因為比較少人跟你分那個訊號 所以我想 頻寬不是問題 剛剛講到5G 其實 在一開始附近的時候 也是用現有4G的基地台 它只是去讓那個延遲變得更短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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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會再請小韓鼻 好 好 等一下做的方式 可以改變一下 好 可以 可以 可以做完畢端 好 可以 但是這樣 這樣是搜尋的嗎 等一下就 可能交叉 可能其他會請 你們有沒有想要 跟他們做 印象理想的問題 大家都說 要想講 目標 目標 目標是很 人家球的路 最后是 因為我是比較 自然的 好啊 可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看鏡頭 還是要看鏡頭 比較好 等一下可能阿洛問你說 還是看 好 大家看一下座 可能在講座 可能就在這裡 好 那我就在這座 好 好 好 可以嗎 好 好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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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等一下可以陪你 欸 那我訪問的部分我先訪一下 我先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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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他一起表 不行 所以蜘蛛 蜘蛛做一些 可以啊 可以放椅子上 還是我在沙灘上 還是我在沙灘上 因為我剛剛那個四角骨的站 不是很奇怪 都是我在地上 不然就是當那個味道掉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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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們要 不要再想看 我會想好問題 好 現在就沒有問題 對 會的 然後呢 這邊先好 對 然後 這邊可以 我的 1 2 2 3 對 對 那你在邊邊會不會起 對啊 你在邊邊 可以幫我看一下 不過我這邊會不會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差 這裡就會 這裡會 對 石到那裡是極限 這邊 這邊 這麼遠啊 對 那裡是極限 我這裡來 船到 還是船 對 一定跟你說石到那位 我看一下 欸 等一下 是我不在畫面裡面 對 再開一次 好 剛剛在畫面 那如果我們做什麼 就這樣 對 對 你們在一起 可能他們要做 再過去 好 好 我們在這裡 對 對 對 好 對 對 剛剛是有 刺激到 你 可以 我可以 他不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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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我們可以跟他 可以 可以 他聽的幹嘛 聽的 可以 可以 就要選 我會吃 可是可能下面 這邊有多待會嗎 有點不停 我們可以直接去 好啊 等一下 放那麼多一點 好 妳吃中 好 妳吃中 那個是靠著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在哪個景色 對 然後我們接著他有幫寫好 這還要清的時候就要點 對啊 好 那等一下我問上位問題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鏡頭 看的時候 假裝天外景 就假裝天外景 對 好的 開始了嗎 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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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 現場抽一 邊 面 漂亮 寫 講好會 聽不懂 Rolling Rolling Take 2-3 我想要先問唐鳳唐委員 就是關於近期網路流傳推背圖 一經就是地球走上的預言 你覺得咧 因為你說你蠻厲害的 我還沒聽過 真的嗎 好 那你對於光明會有什麼想法 等一下看下 今天你給它再往前做 好 再往前 這麼前 會穿的 你這樣 那個圍人 幫我移一下菜 讓他進來 他還在裡面 衣服腳趾 再貼上 好 謝謝 因為現在在旁邊 這邊 那是音樂體文系 大家 上次這個音樂要拿走嗎 這現在也很乾淨 那他往前一點跟妳一起 好 好 那我會在旁邊 不好意思 我可以一個椅子 我可以一個椅子嗎 我可以一個椅子嗎 不能 我幫他拿那個 我幫你拿那個 好的 來 看不到 我來幫你 請 來 這樣子 好了 來吧 請坐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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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不好看 有 我這樣帶住我 好 再進往那 再一點點就好 不好意思 我 我要把它換在那裡 你想在那裡玩 可以吧 對 可以啊 他可以在那邊玩完 對啊 他可以在那邊玩完 對啊 他可以在那邊玩完 哇 這麼晚啊 也可以 不錯 不錯 對不對 也是一種構圖 那剛剛 第四題我要重來對不對 對 好 好 好 我想問一下從第四題開始對不對 重來 對 前面三個 好 我這裡 好 準備了 Roll it Roll it 太高姿勢 是 唐委員想問一下 近期網路流傳推背圖 液晶就是地球走向的預言 發現你對液晶頗有研究 會不會是有什麼奧秘呢 這個沒有看過耶 好像最近都沒有看到 那對於光明會有什麼想法呢 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那唐委員之前用機器人出席聯合國 然後想請數位大神推薦我們這些菜鳥 有什麼基本配備的軟體跟器材 可以達成遠端會一點線 好 好 主要還是收音的設備啦 我大概都是用一個比較獨立的麥克風 不會用耳蠻收音 因為如果聲音比較嘈雜 或者是有回音的話 那對方不會有一個在線的麥克風 就是現場的感覺 那其他就是一個一般的攝影機 一般的音樂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唐委員算是蠻突然的 就是震撼了我們一般年輕人的世界 然後想知道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在那個圍題上面有看到 其實你有說你是考慮了幾天之後 才願意進入政府單位 想問一下是什麼原因 我想主要兩個原因啦 一個是說當時我也在徵詢我的其他朋友 看他們願不願意放棄業界的工作 來供部門服務 那也要等他們說 其實他們沒有這個意願 我才能說那不然我自己來試試看 那第二個也是在問網友啊 因為當時有很多全世界的網友 對我即將接任這個位置很興趣 如果你就放不到 來 可能要轉一下 好 謝謝 好 對 所以第二個部分也是 我需要一點時間來架設 當時叫WiseLive這樣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想要問我問題的人 想要跟我建議的人 一起去討論出 就是我這樣那個的一個方法 然後除了你 然後除了你 著名的番茄中 直接管理法 就是還蠻想知道你的作息 就是從早上睡醒到晚上睡前的 所有細節 我有多少時間講 我有多少時間講 剛好 我們看一下 嗯 剛好 那個 等一下可能你問 看他們沒關係 那等一下 整個人你問我 他要 他要回答什麼 就是 專心顧他 好 就是完全不理這邊 這邊是一個時間 好 那我想問一遍是 如果比如讓牛豬那麼大聲的狀態 就大隻的腳沒關係 還是需要停止 還是需要停止 不會是停止 別收贏 沒差對不對 好 我可以 建議一下我的問題 我是覺得沒有差 好 好 就是 就是 可能你問完說 那個 他們那個 因為你也要去 所以我相信我有個狀態 是不是 這樣 可以拿到 就這樣 他們可能 他等一下就出問題 就知道我 對 這邊也就換個 好 所以我可以 等一下 我問一下 所以這邊是不用 大家不用反應太熱烈 是不是 因為我以為是大家要 就是 氣氛比較好的狀態 我覺得你們兩個在旁邊 他這樣做很好 又比較好 然後 然後 因為主要是你的表現會 本來就是 你應該不是在這裡 你是因為要顧他 所以在這邊 對 所以就是單純陪他問 就是 你不是問問題的人 對 因為我剛剛那個感覺是 他們 幫你放在一起 問問 但其實他應該真的 對 所以 等一下你要這樣 你不要互相 你稍微切開 就被人家 對 下午 來 準備囉 給我了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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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2-5 有 沒關係我們現在就不用玩 因為那邊想說好 因為那邊想說好 可是那裡收訊不好 那裡有誰 對啊 沒關係啦 你先坐這邊 一機也有在 對啊 你要不要先坐這邊 好不好 來 這裡 一機也有在 有 來就 嗯 開始囉 好 想問唐委員 就是除了你著名的 番茄鐘時間管理法之外 還想知道你的作詞 就是從早上睡醒到晚上睡前的細節 就是每個番茄鐘要跟你講一次 就是 嗯 好比像說 如果我是早上 7點鐘起來 那 7點半就會出門 那 大概 8點鐘就會走到 社會專心 時間中心 來洛森南九號 我的辦公室 然後大概8點半 會把昨天的E-mail回完 那 推退或Facebook 或其他社會區媒體上面 提到的部分 會初步的回應 然後大概9點的時候 會到行政院的辦公室 那今天的話 因為是開院會嘛 所以 把公文簽一簽之後 9點30分 就去開行政院的院會 到10點的時候 還是在開行政院的院會 到10點半的時候 還是在開行政院的院會 到11點的時候 院會開完了 然後 就先回到辦公室 還是頭歪歪的 可能 當時就會吃點東西 然後 在12點的時候 是在內箱會議室 就是在 我的辦公室旁邊的那個 會議室來開會 那 因為開會 當然也會在網路上面 再繼續做一些回應 等等 那大概到12點半的時候 還在內箱會議室開會 到1點的時候 還在內箱會議室開會 到1點半的時候 終於內箱會議室的會 也開完了 那之後就開始 跟同仁比較多一些互動 好不像說 同仁如果有一些在做的專案啊 可能有一些也是5G相關的 或者是剛剛講的海洋相關的 就會進行一些討論 那會用 會議室的白飯 然後 大約到2點左右吧 就會 就出門 那這次是 去一個叫做 XRSPACE 蔚來市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去看他們 做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VR裝置 然後 大概到2點半 就開始 很大 實際 帶的那個裝置 那 帶的裝置就 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連續 帶了半個小時 帶到3點 那因為那個裝置非常輕 所以完全沒有頭腿覺得很重,帶不下,或是會暈等等的狀況 所以就覺得說這個裝置比較能夠卡,我們可以推廣 那大概是,花了半小時 然後到三點跟三點半都是在討論 我們未來在公圖上面要怎麼樣子應用這樣子比較的場景 我們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國外,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回來建議 他就是要參加我們這樣子的討論的話 我們怎麼樣把這一個人帶進來 所以大概就是在做一些模擬吧 然後雖然沒有寫程式,但是有把一些像像模型庫啊等等的這些調出來 然後大概到三點半左右就離開國安市嘛 然後就先回行政院,然後整理一下繼續 因為今天要打到門下,所以整理一下行李 然後四點,那就出來這邊錄影 不過現在錄影還沒有錄影,所以接下來也很難半小時半小時報道也都會聽 然後我們看過你的所有影片,發現你對自己沒有太多的包袱 但是人設很明確 對,就是目前你的人設對我們來說是24小時增幅檢控的網路管理者 然後相信Cue到就會出現 想知道是怎麼做到的 然後也想知道就是上節目 就是你上了蠻多的頻道,然後知名度有提高 然後想要問你還會有什麼夢想設定嗎? 然後最終目標是什麼? 我是蠻懷疑你看過我的全部的影片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出影片 所以除非說你每天花個一兩個小時來看 不然的話其實蠻困難的 當然就是說有看過不一定都有看完嘛 所以我們也了解 我想我的工作其實就是主要還是兩個方向 一個是透明嘛 就是把我們在行政院裡面日常 到底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透過竹子稿啊,直播啊,YouTube頻道等等方式 讓大家了解我們政策形成的過程 那第二個就是參與 就是大家如果在過程裡面想到一些更好的主意 好比想說想到不知道地圖啊,這種想法的話 那可以讓我知道就幫大家增幅嘛 就是把大家的想法變成就是全國都可以使用的這樣的想法 大概是這兩個方向 那所以其實當然我沒有什麼對我人設沒有什麼包袱 因為大部分大家看到的所謂的工作的東西 大概都不是我做的 而是就是別人像回到地圖的話是吳展偉嘛 報酬軟體的話是卓志遠嘛 那我是把這些設計師的工作介紹給所有人知道 而不是說我自己是取代了哪個設計師 所以我自己的證明度我覺得不是重點嘛 重點是大家有多踴躍地去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來 然後願意為了公共利益 然後一起來就是設想的計畫 這大概對我也是設計的意思 好,卡 好,我的拍就這樣 對了,等一下 還有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先問爸爸 好 然後再問一下他 好 然後大概問完之後 然後 全問完的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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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都會比較音樂性 我覺得問你最 最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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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個 對,選六個 好 然後問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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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請他們的同學 跟他們的同學 對 對 對 好 對 他目前有一點 很像我們的特別視訊 對 他 還是一半 你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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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爸爸 就是看到你拍了 Pockets的那個 頻道 然後你有沒有推薦 我們就是 講中文的 亞洲人 可以用哪一個平台收音 收聽 是因為比較直覺性嗎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 iPhone內建的連線速度 有一點慢 嗯 因為我還是都用 iPhone內建的Podcast 因為他是最早 其實是最早去 建構Podcast這個系統 iTunes 所以我還是會推薦 Apple的Podcast 那現在很多傳統平台 比如說 Spotify也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台灣現在有一個 專門做Podcast的一個平台 叫做 Sound Out 這個也可以大家可以使用 那還是想問吧 想請你為我們建議做 Live直播秀上面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細節 包括器材設備跟 比較生活化 我覺得 因為我不是器材控 我覺得器材設備 就是 應該力求它可以連線順暢 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身為一個表演者的話 比較有 比較有 多一點想法可以提供 就是說 因為你是 沒有看到 觀眾反應的狀態 所以你必須要一直輸出 一直輸出 那你就要去 你知道 自得其樂 把這個 好像 藝人的表演 弄得好像是很多人在觀看 這樣子的話 那種 好像有互動感 就是 虛擬的互動感 才能被營造起來 蝦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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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巴巴的 我先問完 然後 我要來問那個 Andrew 我想問Andrew 就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 就是演唱會不能群聚 然後我們就是前一陣子 就是Travis Sky 有創舉做了一個 線上演唱會 然後又有發現 疾風重工就是 往數位化前進 然後前陣子的 OSVI活動上 就做了很多 很強烈的視覺藝術 可以跟我們談談 就是之後會怎麼發展下去 一開始 OSVI 去年辦的活動 只是因為我們 就是想說 因為疾風重工 一直以來都是在 賣衣服的時候 那去年就想要嘗試一下 新媒體跟不同的藝術合作 那去年只是一個 類似算一個 Casting 方式 就是看我們可以用到 什麼樣的技術 去做到什麼樣的成果 那 去年比較可惜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現場的東西 是全部是用Live 然後 因為 傳統的VJ 通常都是預錄的嘛 大家到現場 大家會以為說 OK這些影像 都是預錄好的 就是跟著畫面動 但其實 那一天 就是 那一天的場景 其實是我們是用 一個 Epic Game下面的一個影集 叫Unreal Engine 去做的 那 等於是講白花影 就是當天其實說 我們是有一個 藝術在上面 然後 實際在操作 就是完全是即時的 去操作那些畫面 去配合DJ的演出 所以那個難度是 非常高的 對 那 到了 今年我們就開始 轉變那個型態 因為我本來是做衣服的嘛 那衣服我覺得 衣服本身其實 就時尚這個東西 有 並沒有太大的 創意在裡面 我自己認為 以現在的 就整個時尚產業來講 因為 產業辦了太多組裝了嘛 那 其實UNIQLO也很好 那很多品牌都也很好 就是我們不需要那麼多衣服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個形式 因為我們 我一開始在做服裝的 我要殺你 的起因子是因為 我想把這個 我不把這個當一個服裝品牌 而是當成一個表現品牌 就是我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形式去 表達我想要 創作的東西 那今年一開始 我們就開始啟動了一個 就是OSBI視覺情報這個計畫 那我們也是一樣的 通過遊戲引擎 去做整個 就是類似有點像是聚集的概念 去做一個 就是未來的發展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說 以往其他的服裝品牌 都是每一個collection 它都是不同的靈感 然後都是碎片化 就是可能 這個collection它做以前 比如說80年代的音樂 那下一個collection又跳到了什麼 復古之類的 那我們這次比較大的場 就是我們想要透過 聚集的方式去引導 整個服裝的 每個collection的 就是連結 所以之後的 每一個系列都會是連續性的 而且是會有 就是線性的劇情去佔領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 目前的計畫在裡面 好 卡一下 好 卡一下 好 等一下 很時的開始 是不是 啊 那個 想先再問一下 最終的 想話記者 就大概 三個人問 對 大概 我要一次問三個人嗎 就是三個人一起回答嗎 對 輪流一下 好 輪流 好 我可能在打 就剛剛跟你在想 那你問一下 別人 別人記 好 謝謝 好 問完之後 就請他們 去看一看 你給爸爸 你們想問一下 如果 你們想要 你們互相一起的問題 這樣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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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知道 爸爸 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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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你的爸爸可以教我們唱 那個 就是因為畢竟就是 在防疫 防疫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在家裡沒有無聊 就想增進你的餐飲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蠻可以充足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第一次 對 好 那些 對 他剛剛的待遇要吃我的很乾 要看是什麼 就是對 因為他說 他本來是說要交上R&B的 但是我覺得R&B的 有 我覺得就是一個爵士一個lip 就好 就簡單的一小段 都可以 可以一下 超難看 你也要講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 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lip OK 對 這個就是 YES 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就是 你會是 樂手很常會solo到的音 對不對 等一下一起結束吧 好 我們一起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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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想要問Andrew如果想要強化身上的技能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希望高鐵可以贊助我無限月票 然後我可以向在我的體內 因為我現在公司副造作是在高雄 另外一間公司在台北 每個禮拜要花台北一次 就有點花錢 可以向在我的體內無限大高鐵 就很讚 想要問爸爸在身上強化一個技能 你會選擇哪一個 其實好像跟Andrew蠻像的 因為我不喜歡搭飛機 覺得花太多我的時間了 所以希望可以有瞬間移動能力 那也想要問唐委員 在身上強化一個技能 你會選擇哪一個 因為我時差調得很慢 所以如果能夠瞬間調好時差應該蠻好的 想要明天早上五點就要起來 因為在對於美國朋友來講 它只有那個時間 但是有時候要待到很晚 因為對於像非洲朋友來講 它只有那個時間 所以如果能夠調戲它 調快一點的話 我生活會變得順暈皮質更好 就是請巴巴來交唱 好 我教一個簡單的 就是在爵士樂手他們在solo的時候都會用一個樂句 然後爵士樂手都會稱它為the lick 所以我想要教兩位唱這一句 是這樣唱的 是這樣唱的 然後 好差的好厲害 太安心了 再一次好了 其實大家想學的話就是有點像是那個瀟灑走一尾 葉倩文的這首歌的開頭 他的intro就是這裡 就是大概有點像 好 可以交叉題文 好 那我先問唐鳳宏了 就是身為IT大臣 就是一定有超多資訊爆炸 就是會向你襲來 你要怎麼挑選你要讀的或是接受的資訊 嗯 像如果是像Line的話 我醒來就是看一次 睡前看一次中間就不看了 嗯 所以我是把Line當Email 對 為什麼 但是有些人如果要很急的聯絡你怎麼辦 嗯 那如果有人覺得我就是寫Email 因為我Email不出來看 嗯 就是把Email當作Line 嗯 把過來 嗯 那我想提問的是就是 嗯 因為我知道你每天會處理很多 我也是這樣 就變成說 你是怎麼做 就是所謂的 Task Management 嗯 對就是你要怎麼這樣去壓住 這個 嗯 因為像我本身現在也是 有不同的東西要操作 那就你就要想說 而且這一個畫面是什麼 可以執行 對我是用一個叫OmniFocus的一個軟體 它也是很古老的一個軟體 然後用的方法叫Get Things Done 就是GTD 那GTD上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會把一件事情你能夠做的那個狀態 跟你要做的那件事情放在一起 嗯 所以好比像說 如果是打電話 就把所有需要打電話的 放在同一個時間裡 30分鐘把電話都打完 或者是你在一個 剛好可以寫Email的狀態 那你就那個狀態裡面 把需要回的Email都回完 所以我隨時想到一個 在一半時想的時候 我就先把它寄下來 在Inbox 那在任何一個空檔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看說 這件事情還需要Email嗎 需要電話嗎 需要什麼 我人在行政院裡嗎 需要我在台北嗎 需要我在那個城市嗎 那這樣子File完之後 就是分配完之後 我就不去理他了 然後之後我到那個狀態之後 我再去一次 那你在你的Schedule裡面 會有排程休息這兩個字衣嗎 對啊我隨時想休息就休息 因為我一天 大概只會排四五個站起來狀態 所以也就是說 其他的時間都可以用來 處理突發的狀態 或自己思維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VR這個科技 它其實就造福大家 就像說可以遠端會議 視訊跟朋友接觸等等 但是我也想知道 他會有沒有覺得 他有沒有帶來一些 比較負面的影響 對其實我一直在推廣 是叫Shared Reality 就是大家進VR 是為了看到你 其實是生活中人事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進VR 看到都是一些NPC 就是都是人的話 那很容易就自己 經營自己的世界裡面 反而對於我們之後 也是經營的不利 因為一般人不會想 可以自然回應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VR體驗 都是跟朋友一起 那我覺得是很棒的 但如果都是一個人的話 那就要很長期 對 其實如果講到VR的話 其實我對VR的 因為我本身是玩很多遊戲 比如說從以前開始 BBSMark 自然開始玩那種BBS遊戲 但是我對VR的體驗 不過就是在PSVR 因為在PSVR的部分 我就會覺得說 防映座也不好 而且因為很多遊戲 它的設計並不是針對VR 但它也不是很Social 對 那所以我想要請問 就是我一直以來 對VR技術都不是很好 那我想請問 你對這個技術上的看法上來說 是真的很Positive 你對自整個 比如說VR對創意產業的影響 或者是VR對行政事務產業的影響 是真的是Positive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你的視訊設備 只是用來錄影跟播放 那就是說時間上面 跟其他人都不是同時的話 你完全用這樣子 不管是做學習 或做開會或什麼都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的視訊設備 所以主要是就是讓大家 不像我們現在三個人在聊天 但是有一個人在播放 但是沒辦法來 把他帶你到場 那像其實我們可以用很多 就是技術場面的相機 玩的技術 甚至只要聲音轉過來 我們在一開始大概 腦中了他的樣子 其實別的都可以忍受 所以我覺得技術完不完美 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用他的場景 是不是把大家注意在記憶 只要是的話 那人跟人之間的來 就可以同意 那但是如果是 你把他們說的話 就是玩PS 這樣子的視訊 他沒有別人 沒有放人在旁邊的話 那確實就是技術上 一點點小一次 就會造成一個提案 然後對 對 沒有問題 就沒有差 就這樣 好 公平的人無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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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